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电影抚一亮相 立即引起巨大轰动 并先后在46个国家和地区放映 创下当时中国电影在国外发行的最高纪录 光影流转 五朵金花形形绽放世界各地 大理的风花雪月也名声雀起 即使是那些从未到过中国西南边陲的人们 依然能够在心里勾勒出对滇西北大地诗意般生活的向往 大理 自古以来就是滇藏交通线上一个政治 文化 经济交流的中心 也是茶马古道和西南丝绸之路上重要的枢纽 循着茶马古道和西南丝绸之路上马帮的足迹 比邻而居的云南白族与藏族同胞往来频繁 开展着远远流长 置身置密的交流与合作 在五朵金花盛开的云南大地上 为了更多的阿鹏和金花们能够勇敢追求理想生活 为了二十六个民族的平等 环节和共同繁荣 一批正值少华的先进青年 素叶优思 直火前行 他们中就有新中国民族工作的开拓者 践行者 欧根 欧根 原名欧阳根后 自得医 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建川县战 新中国成立后 曾任丽江地委书记 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 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大理白族自治州人民委员会州长 党组书记等职 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落 中华大地风起零有之时 来自大理白族的青年欧根 带领滨西北地区的人民文庄 活跃在大理的建川县和丽江县 在当地民众中间颇有威望 在此期间 他带领的队伍中培养和贯念的许多干部 成为日后西藏和平解放的重要组织力量 我父亲他们就在 变西北地区就成为了七十支队 所以这段历史呢 是这个样子 还有这个 七十支队呢 他还是比较特殊 这个主称的嘛 人员主称 有多种少数民族的成分在里面 所以说他是比较特殊的 一支队伍 他一直战术骑兵队 那个战术骑兵队 那个作为武的 当时听 我父亲他们弹起来的 他那个队长叫杨延后 一直战术 而且是毛主席 该反应和毛主席秦子 接着呢 杨延后还参加了这个将来啊 牧师哥世界第一届世界青年联欢会 在牧师哥 1938年初 欧根作为第一批成员 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外围组织 云南青年抗日先锋队 彼时 亦所由当时的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和南开大学组成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从长沙内迁至昆明 开启了云南现代教育史和民族文化史上的传奇一页 1938年5月 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指示 云南青年抗日先锋队 与西南联大的中华民族抗日先锋队合并 秘密成立中华民族抗日先锋队云南地方队部 共产党员欧根担任云大附中大队的队长 这个觉醒的白族青年 已然进入了人生的新起点 每逢接天 欧根及部分共产党员都要来到昆明街头 帮助出征战事的家属写信 到农村开展社会调查 组织花灯队自编自演抗日救亡节目 募捐支援抗日前线 直到1939年9月 欧根从云大附中毕业 进入云南日报采访部 开展了为期八年的隐蔽战线的活动 他的一生应该是三个阶段 一个阶段就是到了昆明以后就参加了各种工作 加入了共产党 走上了各民的道路 让很多人毕业以后 当主持记报的农村到云南日报 进行当地下活动 在这个期间的话呢 他利用他的这个既测 这个自无自贬 官方的联系 民主党人 还有一些这个 云南诊券的有些人 开展了一些地下工作 1949年12月 吴汉率部在云南起义 昏明解放 1950年3月 解放军陆军第十四军 进驻滇西北 与滇西北党组织和编纵七支队胜礼会师 时任丽江地委书记的欧根 遵守外来干部为主的原则 改任副书记 换港不换新 欧根作为丽江地区党政主要领导人之一 模范地执行了中央确定的环节第一 工作第二的方针 在促进和加强外来干部和当地民族干部之间 各民族之间 各族各界各阶层爱国民主人士的团结方面 做了大量友谊的工作 为西藏和平解放 打下了坚实的民族基础 那时候我父亲带着七支队 先进到达里 最后有十四军进驻达里 完了以后最后就组织上决定 当时我父亲就到立江工作 就在立江任书记和专业 1950年11月 在云南支援和平解放西藏的高潮中 中央访问团西南二分团到达中殿 及香格里拉市 开展民族团结慰问演出工作 积极拜访土司 侯仁 喇嘛代表 等当地有影响力的人物 并热情邀请各族同胞观看文艺演出 为拥护支援和平解放西藏 起到了重要作用 作为访问团成员之一的胡松华 70年后仍对当时当地的情景 记忆犹新 立江给我的这个 这个这个印象最深的是 多民族的秀旗 多文字的 欢迎中央访问团 然后就是骑兵的表演 这个骑兵里边 是叫藏族骑兵队 队长是苏纳尼玛 他是拖着轻机枪跟表演 苏纳尼玛就是欧根培养的 七支队的藏族武装干部之一 中央访问团的工作深深影响了当地 进一步密切了党和政府 与各民族群众的联系 为云南支援和平解放西藏 凝聚了民心 奠定了基础 1950年至1951年间 云南26个民族 以执着的爱国热忱和火热的激情 为西藏和平解放民族交流和经济发展 做出了卓越贡献 1951年5月23日 西藏和平解放 自此西藏人民 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羁绊 与全国各族人民 一道在中华大家庭里 走上了团结 进步 发展的光明大道 1959年初 文艺界掀起向建国十周年献礼的热潮 周恩来总理建议文化部部长下眼 创作一部轻松的喜剧影片 几经周折历时近一年的创作 影片《五朵金花》 最终由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主创团队 在云南大理拍摄完成 六十余年过去 偶尔重听一段影片中 委婉动听的白族对唱 以成为欧燕生回忆父亲欧根的一种特别的方式 《五朵金花》就是在他手上形成了 他不管工作在吗 偷偷要过位 这个的骗子 破身的情况 然后抽空呢 而且院员 导演和局中的工作人员 都要在一起 甚至也是我们大家吃个变法 都要亲自关心 问这个警战如何 而且业员的关系也非常好 就包括当时演那个 应该是拖拉机 守那个金花 王书彬 但是我们省华集团的那个主名演员 他们都出的非常好 他们都是说说 我父亲的人很水花 怎么打成影片呢 电影《五朵金花》在大理进行外景拍摄时 大理白族传统的节日三月节已经结束 但为了配合拍摄 在欧根的协调下 大理重新组织的一次三月节 动员了上千群众参加拍摄 电影《五朵金花》对音乐故事篇表现形式的探索 影响了作曲家雷震邦 他因此蒙发了全部采用对歌形式来创作一部电影的想法 并由此催生出刘三杰和阿施马两部标柄电影史册的音乐电影 也正是这个时期 一系列反映民族风貌的文艺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这些优秀作品既生动活泼地宣传了党中央的民族政策 又丰富和灿烂了社会主义的文艺原地 事实上 这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万丈光芒 在沧山尔海之间 在横断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之间 在世界的污脊之上 用雄鹰的眼睛抚养天地 蓝天白云 矮矮雪风 苍绿河谷 七十年来 在这片古老而又年轻的土地上 包括藏族 仪族 白族 纳西族 利素族等在内的中华各族群众 像格桑花一样扎根并盛开在雪域高原 他们鲜守之族 创造了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的西藏奇迹 岁月不拘 谈指芳华 正是一代代像欧根一样 在民族地区工作的奋斗者 根植于人 得因于民 把最好的青春 献给了这片多彩的土地 献给了民族发展与融合的事业 才谱写了神州大帝 民族文化之花 百花齐放的绚丽千丈 描画出今天中华民族大家庭 其乐融融的美丽图景 推动着社会主义文明幸福新西藏 威然屹立在世界之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